最好 他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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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上次不请自来又不请自走的那位大叔吗 不靠谱 这 这 这个不靠谱的大叔 是我们公司的实力干将 PET的ECD张鸿兴 你好 这次来干什么呀 是这样 我们这次来主要就是 作为一方 我们想要了解甲方 对于这个游乐场的想法跟意见 既然您是主要的负责人 所以我们当然是要来跟您聊一聊 对 这个俱乐部啊 是我的心血 既然都来了 那就玩一块儿再走 所以只要我们过关了 你就愿意跟我们聊你的想法 一言为定 好呀 是不是哪有 欢迎欢迎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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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大叔 这就是我目前经营的项目 密室逃脱 这一间是我专门从欧洲请人设计的 二位大叔要是能在六十分钟的时间内 逃出密室 就算你们赢 就算你们赢 请吧 这里就是我们密室的第一个案 我们密室的每一个房间都有密码 你们需要一一破解 每一个房间都不一样哦 到了最后一个房间 你们需要三位阿拉伯数字的密码 才可以走出去 这个游戏没有规则 规则就是你们要出去 送给你了 大叔 祝你们好运 密室逃脱啊 顾名思义就是从这个密室里面逃出去 用你说啊 每个房间都会有线索的 开始找吧 小霞 叫上所有人喝咖啡去 那他们俩怎么办啊 把门锁成 九十分钟之后再回来吧 好嘞 好嘞 不够啊 这个 这肯定是拼图 拼完之后应该是这个 如果能够知道少了那几块 说不定是个有用的线索 带着吧 好 这也太难了吧 这个 还挺有意思的 我们创意部常常进行一些 从脑风暴啊 你要没事的话可以来参加 让你脑子不会生锈 少废话吧 这个意思就是没有人管我们死活了呗 要不然你打给上官啊 让他在网上找攻略 没信号啊 还叫赵顺序啊 哪几个会动 哪个会动啊 是下面的会动 那个呢 那个会动吗 会动啊 下方碰到死耗子 得得得 好亮啊 好了 亮了 输 是什么呢 这里肯定有很多线索 但有一些是没用的 得找到那些有用的才行 英语 数学 语文 英语 数学 语文 什么意思 有没有英语 数学语文的课本啊 英语 数学 语文 天 X X 我们得找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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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就是错了 X X 这个是X X也是罗马术寺的识 X 拼成一个X 画一个X 画一个X X 不算难啊 太简单了这个 不不不不 这个 真是 以前冰冰毒 告诉我还缺得多少块 老板 这两大叔什么来头啊 咱们还是专门停业招呼他们 这两个 这两个就是来打探敌情的 既然我大门开了 俩人来吧 就看他们有没有本事出来了 我找到一个东西了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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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把门给拆开了 走 上去看看 走 把我门给我拆了啊 人呢 这还挺有意思的啊 端小姐 你现在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你到底想做一个 什么样的游乐场了 我段潇潇从出生到现在 从来不缺社会资源和财富 所以我做的项目 一定不是以赚钱为目的的 我要完成我背负的社会责任 但是具体要做什么 我也不知道 但是他绝对不是 只以赚钱为目的的 你所说的这个社会责任 到底是什么呢 社会责任有很多呀 除卧扬善 教化世人 修桥铺路 济世赈灾 这都是社会责任 可是这些跟游乐场 似乎没什么关系 本小姐今天跟你们俩说的 已经够多的 再 再多说点 我话都点到这儿了 要是聪明人 应该知道该怎么做了啊 不许买 咱俩说了 那米是黑咕咕咚弄向 身丑不见五指 那黑色给我了黑色的眼睛 我却看见了光明 门口啊 我们俩就从里面钻出来了 我说你俩真好意思啊 两个大男人跟一个小姑娘耍赖 不叫耍赖 斗智都有 海盘 你有什么想法 她聊了很多她的理想和抱负 感觉上 完全不是一个传统的商人 不指着项目挣钱 反而感觉她有 很深的社会责任感 但是这个做派和衣服 完全看不出来 那就是被人家小姑娘耍了呗 还白当了一次水泥工 您别说风量话行不行啊 您给点建设性意见 您也算为PG做贡献了 我是没借步的 可不管这事啊 这事你们得靠脑子琢磨琢磨 那您不是女人吗 女人的想法都差不多 我跟她可不是一类人 好了 好了 阿伯 你们还有半个月的时间 你们抓紧吧 好的 别走啊 你们可以接着聊 不是体育快的吗 喂 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我健身呢 什么事啊 我健身呢 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您的意见 你等一下 张悟星儿 我让他过来方便吗 当然了 我在健身房你过来吧 我一会儿位置发给你 好 谢谢啊 拜拜 梅阳 你朋友啊 对 你好 你好 我是齐欢 你好 你好 美扬的好朋友 老听他说起你 我张悟星 坐吧 我老给他惹麻烦 他肯定说了我的坏话 我们就是瞎聊是吧 说吧找我什么事 就是关于郑海那个案子 现在遇到瓶颈了 我想听听看你的意见 好啊 你慢慢说 这个女孩儿她 怎么办 怎么了 你们俩一个都爱上谈气呢 又要请家长了 你又干什么坏事怎么没告诉我呀 你看 我就考六十二分 上次姜老师说 只要考到七十五分以下的 通通都要把家长叫到学校了 没事啊 是吗 上头 你看多少分啊 放 来 拿 看 看 十八 十八 你这肯定是最后一名 我这不错了 我刚从美国回来 我这就还行 先天下之幼儿幼 后天下之乐儿乐 对 反正张宝大宝又不可骂他 说不定表扬他呢 可是姜老师这一关 这总得过吧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就主动出击呗 我觉得女孩儿说得挺严肃 挺认真的 不像是开玩笑啊 我也这么觉得 但是总就在哪儿不太对劲 欢欢 你是心理学博士 你帮着分析一下 我只听她的片面之词 我也没法得出结论啊 不过 越是这种性格张扬不羁 然后对很多事情都满不在乎的人 她的背后一定有特别丰富的故事 有她的弱点和脆弱面 我觉得你还是 就是不要光听她的话 从她的人入手吧 谁啊 是我 张鹏 张鹏 那么晚你怎么过来了 姜老师 我感到很惨 怎么了 我尝试了我的最好 但我只得了十五岁 你问真的好难啊 我还以为怎么了呢 吓我一跳 你刚从国外回来 学不好出门挺正常的呀 听说很多国外的中国孩子啊 连中文都不会输 坐 你算不错了啦 我真的是太恨我自己了 我一直觉得我特别聪明 一学什么都能会 可直到遇见了文言文我才发现 我真怎么背也背不住 我吃个脑子 那就慢慢来一杯 情能补捉是吗 姜老师 可直到遇见了文言文我才发现 我真怎么背也背不住 我吃个脑子 今天给你开开小灶 我帮你把试验上的题呢 一道一道地分析一遍 你会发现 这中文比英文可有意思多了 你等着 我找本书去 我的天啊 我尝试我自己的疯 我尝试我自己的疯 怎么样 都收拾吧 这些个方案我都看了啊 专业 非常专业 单从游乐场的这个项目 跟这个未来的规划来看 我觉得我们想不出来 比他们更新奇的了 这都是国际上 数一数二的大公司啊 咱们怎么办呀 你们上次不是说那个 段萧萧她不想只做一个 以利益先行的项目吗 要突出那个社会责任感 但是你看这些项目 她虽然好啊 但是她们也都不符合 段萧萧的这个要求 段萧萧说话你也当真 听听就行了 你怎么办啊 要不这样吧 老规矩 总统风暴 想到什么说什么 毕竟游乐场咱们也是外行 不是 你不能这么空想 咱们现在手要要弄清的是 段萧萧她脑子里边 到底在想什么 我尝试过 我试着从她的童年经历 跟成长过程当中去着手 希望能够找到她的兴趣 爱好 或者是倾向性 但是在网络上面 她高中以前是完全 找不到任何资料的 我们现在已知的是 她玩重机 开了密室逃脱的俱乐部 比较倾向喜欢智力的游戏 但其他的一无所获 要我就催眠她 让她在不知不觉之中 把什么都说出来了 对啊 现在不是特流行那个 什么那个心理测试 什么什么智力测试那玩意儿 咱们整一套 整一套那个心理测试给她 给她测测 完了之后咱们来一个这个总结 咱们规划一下 没准咱们就知道段萧萧她 爸 死马灯 活马医吧 所以 你们都认可吗 所以 你们都认可吗 认可 你能不能别吃了 你 我 我也会吃的 嗨 两位大叔 又有什么事啊 这儿说的我上次都说过了 这是什么 图片 里面是什么 四块 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我先问到你 你不说我怎么说 猫 你呢 狗 丁总 你是不是特别恨你身边的一个女人啊 我猜 多半是跟工作有关系吧 没有 你看到图片的第一印象是猫 猫是具有攻击性的动物 是女人的化身 说明你心里存在着一个 具有攻击性的女人 这样的女人恨不恨 我一向言语利己宽宜待人 峡谷有长 以德抱怨 怎么可能 跟一个女人斤斤计较 不准 张总监 你是一个思想保守 追求一份稳定生活的人 是因为我选了狗吗 是啊 狗是忠诚温和的动物 你看到图片的第一印象是狗 说明你的本能 和你的心里想追求的生活 就是稳定的 这是布克哈姆尔的心理投射测验 是准确率在百分之六十八以上的 心理分析系统 那邓小姐真是 薄谷通尽无所不知啊 我还有事 先走了 不是 两位想喝什么 借我账上 与其有时间琢磨这些邪门歪道 不如赶紧把门给我撞上 让我早点开门迎客 这就要走啊 差不多了 张弘欣的事情已经圆满结束了 已经功过相抵 总部已经决定 不再追究她的过失 郑海的案子你怎么看 段正芳这个商界老不靠谱 别说是张弘欣了 就算是总部再派人来 我估计你们想吃下这个案子 也是难的 确实是有难度 怎么 后悔了 不不不 这块硬骨头她必须得啃下来 她要是拿下了这个案子 那就能证明 她不仅有出众的 创意策划的能力 而且有稳定的业绩 这对一个领导者来说 是至关重要的 你就这么看好她 一切都以公司利益的 最大话不考量 那就祝你们好运喽 时间到了 我车在下面 我今天工作有点忙 就不送你了 知道了 像我这种不受欢迎的人 无人相送 习惯了 认识这么多年 也算是朋友了 干吗说话那么刻薄 说话不好听的是朋友 扬奉英伟的那是敌人 好啊 谢谢你的忠告 再见 再见 好啊 好啊 苏菲亚 这么急着就走啊 临时决定的 怕给你们添麻烦 麻烦什么呀 都是自己人 我送送你 不用了 我应该很快就会回来 对了 这个是我给客户 准备的一些地方特色 你拿着 回头我再准备嘛 谢谢 看你俩这表情又碰钉子了 碰鬼了 苏菲亚你这是要走啊 我要回新加坡 哦 博佩 你又没有什么话还要说 谢谢你 我学习到很多 这是业务 我理解 公事公办嘛 好幸运 你们请回吧 再见 张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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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能不能行呢 你干什么 我都等你十五分钟来 你怎么才来啊 你干吗去了 不是 这个时候你不去食堂抢白骨 你找我干什么 我仔细想了好几天 总算想出一个 对付江老师办法 什么办法 不是有句话叫知己知彼吗 我们在想办法 知道江老师的情绪动向 他如果情绪不好 我们就小心一点 让情绪特别好 我们就可以放松一点 冲冲吧 说得简单 你以为江老师的情绪 是天气一暴啊 说掌握就掌握 这不就是我想的办法吗 江老师肯定有聊天软件的 我们只要正在他账号 假装一个人加他好友 然后呢就跟他聊天 聊一种朋友 最好无话不说那种啊 这样不就能预知他情绪了吗 可是 据我所知 江老师不用任何聊天软件 你啊 死心吧 干吗 干吗啊 跟你说我这主意想的好几天的 不是我不甘心啊 该试的我们都试过了 你还有什么新主意啊 今天不是江老师班吗 我们去他宿舍谈谈 要去你自己去啊 我可不敢 我说你是不是男人啊 怎么胆子比老师还小 能不能醒了你啊 我是男孩不是男人 我催出街了 你去干 我 我说害怕 害怕就对了 你看人家 那个苍白一看就是什么 我叫老荣上当的话呀 我看咱们还算了 还算了吧 我回去了 人家咯 你要敢动我就敢喊啊 你喊什么 你管我喊什么事就知道了 他 快 快 我算是知道了 什么叫做交友不慎 出来呢 怎么了 我是说 我爸交了你爸这个朋友 算是倒了八辈子羡眉了 也羡眉了快点 快点 快点 瞧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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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 老师 平洋 怎么了 我 我突然有点头疼 去医务室了吗 还 还没去呢 走 我带你去医务室 头疼厉害吗 有 有点 救我 撒尺要发抵大抵 我将来才进了 我一尸应鸣 都毁在这个段潇潇的手里了 走 走 干吗去 修墙 不会 觉得这样行吗 既来之则安之吧 您好 请问您知道 段潇潇段总在哪儿吗 出去了 谢谢您 不客气 开始吧 段潇潇就是个混世大魔王 不把人整死不算 齐 齐 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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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挺齐的 你是个身经百战的沙场老将啊 你居然甘拜下风了 她是个女精神病啊 第一次见着我就带人飙车 不客气 不管人喜不喜欢 真是 不行不行 这个感觉 胃酸上来了 不行 胃疼 我得 我得歇会 换换 你怎么那么没用啊 还没开始呢 勾勾勾 你是不是知道那个记忆有多可怕 你说这个段潇潇 到底想要什么样的游乐场啊 不会就是想整人玩吧 不会吧 我觉得就算她是 段潇潇也不会游着她来的 人家家有钱 现在把所有设计公司都整一遍了 我觉得那是因为 那些设计公司没有投其所好 他们只知道她要一个游乐场 但是不晓得她究竟要一个怎么样的游乐场 要是我 就把她绑了 什么 上行 不说 勾打 保护的什么都有 不怕她 我变形还有 还不说一个小女子 隔墙有耳啊 不说 反正是 不管怎么样 咱们两个老爷们 不能说给这个小娘们 总之呢我还是那句话 咱们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至于其他的 我告诉你吧 人在做天在看 我们作为乙方的 只能在最大线路上满足甲方的要求 其他的 只要无愧于心就交给上天去安排 那我就祈祷上天 让他良心为民 能够被我们感化 回头山 重新做人 好了 看看能不能用啊 来 真是个能手啊 怎么样 还行吧 真是个全能啊 总之现在我们已经完成 甲方的初步要求了 剩下来的 就是看他怎么回应了 好 看我 怎么都沒有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呢 每个人要记住自己的 每个主题 温暖和谐幸福 这个时段 我们现在最终要完成的 就是这个内容 有任何不懂的 可以上来找我 哪里 你喝呀 我不想喝了 你能不能安慰我一下 我失恋了 失恋了 我怎么安慰你啊 你个心理学博士 我一个凡夫俗子 我刚才说了那么多 你都听不进去 你们凡夫俗子 都结婚有孩子了 我什么都没有 你说 我是大龄圣女吗 谁说的 他们 抽的 你是心理学博士 我是狼妖怪吗 谁说的 他 抽的 你是国际超模的身材 那他为什么把我甩了 他是渣男 他眼瞎 他不能甩我 他不能甩我 知道了 你甩他 就跟我甩他 他现在不一定在那儿想死去呢 他别直接死 好好好 好了 好了 好了啊 不至于 我特别至于 好好好 我问你关欢 爱情跟事业哪个重要 都重要 那你说 自己快乐重要呢 还是别人快乐重要呢 我快乐最重要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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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快乐最重要 那你事业上好你才会快乐 对吧 嗯 那么 就是说 其他东西就都不重要了 事业跟爱情也不可能兼得呀 怎么不能兼得 你找个好老公 对个老公就可以兼得 那 到哪儿找这种好老公去啊 你想找什么样呢 我就想找一个 我喜欢那个 就是那天 给你在健身房看见那个 特别帅 特别如雅 跟我说 你好 你好 就 就那个 叫 叫什么姓 张慧欣 我想找那样的 嗯 欢欢 这种男人呢 喜欢他女人挺多的 基本上你是 看得见 摸不着 你根本不知道他想什么 我问你 要是他把你踹了 你难不难过 谁把我踹了我多难过 我问你 他把你甩了 你难不难过 就是他 我们俩都没好过 他凭什么甩了我呀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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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说中话吧 我早就看得出来 你喜欢哪 没有的事 没有的事 跟你说 这种人根本就摸不着他 是看不清他想什么 我们俩挺长时间没联系 从健身房以后就没见过 是吗 那么长时间啊 我跟你说了 这种男人根本不知道 对他想什么 送了我一奖杯嘛 我自己还挺单位事 你说这么多年 我怎么还那么傻呀 你也从来就没聪明过 你也从来就没聪明过 干杯 爸爸 喂你我手冷风吹 寂寞时候流眼泪 若是分他是非 若是非 真心 真心不正 你这跑调了 我跟你不是一个八度 你就是跑掉了下一段 我 喂 玫瑶 我一会儿回你电话啊 我一会儿回你电话啊 虽然进度是慢了点 但总算有突破了 值得庆祝 功夫不负有些人吧 终于征服了段潇潇 什么时候出方案啊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方案 但毕竟我们不是专业做这个游乐场的 所以还是需要用一些印证的方式 来让这个方案更完善一点 印证的方式 怎么印证 就是我们俩 我们俩 我们俩小孩现在在一个学校里 所以就想把这个带到学校去 问一下小孩 看他们有什么反应 因为他们就是段潇潇服务的对象了 这个方法好 那尽快去试吧 好的